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什么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 如何用我们光能力的产品 去开启 激活 连结 我们的光体 我们的能量体 有很多朋友可能也不知道 什么是光体 什么是能量体 或者有些人有听过光体 有听过能量体 但实际上真正我们的光体跟能量体是什么呢 今天让我们赖曼达达光之断陀螺 来给大家另外一种方法去诠释 以及去连结 不管你们曾经学过哪些方法 今天我们来一个全新的 通过我们的仪器 跟我们从我们这个角度去跟大家剖析 我们所看到的 我们所了解到的所谓的光体跟能量体 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够有 对大家能够有帮助 好在我们 进行我们的光体连接之前呢 第一个步骤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了解 为什么我要去开启连接我们的光体 我们有我们的物质身体 还有另外一个物质 物质就是你现在手跟脚 然后你只是要单纯物质 没有能量体可以吗 不可以 因为如果没有能量体 我不能讲话 我讲话 嘴只是一种行为 那它必须要有一个意识在控制 我们曾经有讲过就是我们的意识 consciousness 它也是一种就是所谓的能量 然后我们的情绪 它也是一种能量 那它意识与我们的情绪呢 它就是一种能量体 就是在我们肉体以外 肉眼暂时不可见的一种振动的身体 它不是物质化的 所以我们叫光体能量体 为什么叫光体呢 因为我们的意识 最原始宇宙里面最基本的单位 它是以光子的形式在存在的 它就是一种振动频率 所以它就算是一个身体 它也就是很多点点点的 那些点点点所组成的一个所谓 非物质化的身体 我们这个肉体呢 它也是光子 但是它是很压缩了 很重的一个分子 就这样它 你从气水气变水 水在结冰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冰你可以拿得到 空气里面的水蒸气 你拿不到 那我们的物质身体 比喻为冰块 那我们的空气 比喻为我们的光体 那水 它是其中一个中间 中间的一个物质 那我们今天光体不可见 不可碰 肉体可见 可碰 那为什么要去连接我们的光体 连接我们的能量体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每次在找自由 要解脱 要跳脱 这个三维的世界 要跳脱我生活中的负面 到底我应该要怎么样 真正的跳脱呢 我们所谓的扬声 什么叫扬声 不是你的肉体走掉 是你的意识 你的能量 震动频率提升到一个高频和谐和一的一个状态 充满爱跟喜悦的一个状态 就算你今天活在的是地球 那你也可以活得像天堂 地球是你的天堂 而不是你的地狱 我们无法活出很美好的生活 因为我们被自己限制在泥岛里面 因为你只认知到这个物质身体 你是不是将自己绑定在这一边 外面所有东西 看不到摸不到的 就不是真的 所以是我们自己去限制的自己 而非外面的环境多惨去限制的我们 当然那些我们现在不谈任何负面那些什么政治啦 什么的 我们一概不谈 人 我们以人为单位就好了 我们的一个人在这个地球上 他如何做什么行为 去产生对地球整个的影响 那就造就了一个社会一个国家 整个地球的一个大范围的集体 那我们今天回归到最原本 从自己开始做起 从我这个个体做起 我不知道外面他到底几时能够完全的 如我所期望的改变 那你最简单的可以控制的是什么 你不是控制他人去改变 你最能控制的是自己 当下你要过什么生活 你要感受什么 你要去体验些什么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跳脱限制的话呢 第一个步骤 先跳脱我们自己的限制 如果我的限制仅存于我自己的大脑 所认知就是我的物质 逻辑脑所认知到的物质身体 那我绝对是从根本上的去限制了我自己 从根本上去限制我自己 因为我们有左右脑 左脑是逻辑脑 右脑是能量脑 直觉脑 能量 直觉 艺术 音乐 那我们今天只用一半的脑 那你认为 你是完整的吗 你是一个完全 呃 完整的去运作的吗 不是 因为呢 你用一边的脑 它的是有限的 那如果我们今天可以打破这个思维 允许我们自己去探索另外一个世界 那我们就能够平衡我们的左右脑 让我们身体的阴阳系统 潜意识 清醒意识 各种各样的达到一个合一跟平衡 那你的世界最少 从一个只有这样非常有限的 至少加多了另外一个世界 那其实真正当你打开了能量之门的时候呢 你的世界就不单只是在这一边 或者是非常非常微小的 有听过物质改变物质很难吗 比如说这两个水晶 在我们线性思维里面 你知道要多久才会形成这个水晶吗 那如果我是通过改变能量 去改变我水晶的一个密度啊 重量啊 颜色啊 是不是很快 非常快 比如说有些人做宝石 它是将宝石加热 加热是一种能源 你通过外在能源去改变这个物质 它的橙色 它的变 那些形状 包括它是可以从 硬的就是叫固体变成液体 就是外来加注能量 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要如何让你自己改变 为你的这个物质身体 带来外来能源 加注它 第一个最好的无时无刻 不管你有没有来曼达拉 你都可以为自己加能源的是什么 打开了你的能量体的连结 随时当你需要能量的时候呢 开一开你的这个能量能量能源库 让整个那个能源进来补充你这个物质身体 那你还有什么东西 它是不能够被中和或者是被疗愈的 我说的中和就是任何的负面 所以今天但那个是需要一点过程的 不是马上 所以今天要做的是第一步 我们之前教的是呼吸 如何让你们从被在外在物质绑定的状态之下 回到来自己 当你回到自己的时候 你才能够允许自己去开启你的右脑功能 去让能量世界的大门打开 然后让能量流进来 那今天我们也是做一样的动作 所以在做任何这个 这些深度的能量练习之前 第一个步骤你要做的就是 呼吸 有光能移的朋友呢 有光能移 不管是彩虹光能移还是零点光能移 我现在只是给你看的是新的零点之星 我们会去风水这边第一个步骤 风水 我第一个事情做的就是能量进化 我用白光 当然如果你今天你是比较卡在心轮 或者你比较多物质的问题的话呢 那你常按这个能量进化 你改去绿光 可能就是受情绪困扰的人 可以先清这个层面 哦 心轮相关 然后呢 如果你是比较烦生活啊 生病啊 各种各样物质世界的呢 你也可以用红光 因为它震动比较低 也是你的海底轮所在 哦 然后我们现在这边 我相信很多 呃 跟我们在一起的朋友 可能需要这个红色 为什么我说跟我们在一起 今天你在看我们的直播 或者以后任何一天 你打开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你都会接到相对你的光 哦 现在我们最大的最重要的 我们的能量进化 这个进化 它就是一个综合负面 所以不管你是情绪 各种各样 我不理就是一个进化的过程 让那些杂质 我不要的能量 不属于我的 与我不共振的 与那些高维意识 我的和谐喜悦 无条件的爱 丰盛 各种慈悲慈爱 这种高振动频率的情绪 像不共振的那些 就是我不要 因为我们都要完全的 从一个泥沼里面 让自己释放解放出来 好 那有疗愈棒的朋友呢 我现在 因为我不能够示范 两台在屏幕里面 我就跟大家讲 你在疗愈棒里面呢 你去打开 你去打开 自定义 自定义 控制 你打开了自定义 控制之后呢 它有一个频率可以给你输入的 那个频率呢 一开始呢 你可以打一个 13345 好 然后打开 红光 近红外线 紫光 不要亮波 这个13345 这是我们另外特别教的 不是没有包含在我们的资料库里面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全面性的清理的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你不要 大家不要就是用一个很线性的思维去 那这代表什么 就单一的 它叫做一个频率 这个频率 它可以起到帮我们进化 那它还有其他的作用吗 当然 每一个频率对于不同的人 它都会有少许的不一样 或者根据你当下的能量 它有所不同 好 我们能量进化差不多 再来我们去进化 蓝光三眼轮 因为很多人 我们无法去看到更多的一些层面的世界 无法了解 是因为我们的思维 自己限制了自己 或者我们没有训练过 或者有一些比较旧时代的人 在那个时代没有那么多 所谓的这些能量知识去学习 所以那些认知上 它已经是比较局限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清理掉那些局限性的 让我们能够回到现在 这个高比以前高的啦 就是震动频率比较好的 我们取向于走向于更高震动频率的生活的一个步伐 让我们自己调整到那边 能量开好之后 重点是你可以盘坐 你也可以舒服的坐在椅子上面 呼吸 我开始我没有看你们了 调整你的呼吸 你可以先鼻吸嘴吐 自身的吸气 完整的吐气 将你不要的能量 给它过滤电 好 然后回到你的鼻吸鼻涂 鼻吸鼻涂 好 那我们的光能以五会调到 这边综合调理地理能量 因为有时候除了我们个体 我刚才的能量进化不单只是我个人 也包括整个环境的那个能量也会受到调整 好 这综合地理能量呢 就是你的周围 综合地理能量做完之后呢 清除致病物理能量 致病物理能量就是一些 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一些某一些因素 清除有害电磁波 其实这一些你不需要太久 你只要一下就好 只是要 因为这个光能仪它所打出来的能量呢 它是同时间没有时间空间限制的 就蹦这样出来 所以呢 润和在这边呢 它马上就会被综合掉 当然如果你要做更大范围的 当然就要时间稍微久一点 那你如果每次有开的地方 它已经和谐 它会走向不和谐 可能是这边的人啊 还是外来的一点点在侵入 那我只是要稍微的调整一下 它就干净了 然后它就会回到一个和谐稳 稳定的一个共振 好 我这边来一个细胞更新 让我自己的细胞呢 因为等一下我们打开我们的能量体的时候呢 它也会给我们补充 因为可能如果你的细胞它比较累的时候呢 在补充能源 得到能量的时候你会想睡觉 所以你可以在做这个光体开启连结的时候 先喝一点水 然后不要吃太饱 因为你的消化系统它一直在消化 你的能量就会跑去这边 所以就是半饱或者喝一些液体 吃一些水果 或者吃饭大概一两个小时之后 你才去做这个动作 但千然也不要在饿的时候做 好 我们这个光能仪换好了之后呢 我现在细胞更新可以打久一点 療育棒这边呢 669 669 现在我们去到669 或者是66999也可以 为什么要669 为什么要66999呢 6 其实就是那个Fibonacci 我们的黄金比例那个6 OK 那个6 然后9呢 那个6我现在这样画嘛 向上 9的话呢 向下 所以6跟9 我今天讲的就是这个 Golden Ratio 黄金比例 所以呢 我打出这个能量的代号 就是这个 它是一个神圣的启动马 对于我们的地球 它也是一个对于地球 整个地球 所有在地球上的存在能量 都是一个保护性的能量 让我们能够 因为它每一个圆圈 它都会有一定的距离 然后去扩散 而不会这样 你压我我压你 所以它是一个和谐共振的一个代表 好 好像你的手这边跟这边 你的三眼轮 你的额头 你的脸 当然也是有些人 它飞黄金比例 但它还是有一定的那个比例在的 好 好 我们现在风水做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会去到这个 神圣几何 好 我现在这边 梅尔卡巴 我今天就只用白光 不要去做太多 因为白光里面它包含了七色 今天呢 今天呢 在光能以上 我们就只是这个 梅尔卡巴 定的 会比较多变化的呢 是跑到这个万 那疗异棒上面 好 那我现在先把疗异棒这边切换 因为我们的光体 它就是以一个梅尔卡巴的神式存在 梅尔卡巴 我们今天 等一下 也会跟大家介绍 这梅尔卡巴去 我们最新的 一点额外的知识给大家 梅尔卡巴 它也是高维存有的那种 它们的飞船 它们就用梅尔卡巴在不同的维度当中 它去行使 好 来我们用这边给大家看疗异棒 自定义控制 刚刚是66999 然后大家可以看我66999 红光 金黄外线 直光 漂亮波我都打开 好 呼吸 吸 吸 吐 你一定要让自己是处在一个合一 或者是居中的一个状态 没有被某些东西绑定 是舒服舒适的 你才适合去连结光体 不然你的那个能量连结很容易打开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你的头脑不要再去想太多的东西 我给 刚刚我给大家的一些步骤呢 就是我们走到这样子去 去到 不要预设太多 预设太多反而会阻碍 因为我们的逻辑脑清醒意识一直在运作的话呢 能量没有办法联动 能量没有办法联动 我们现在开始了 感谢一切所有的存在 我以神圣源头之名 我祝福 我自己以及一切的存在 和谐 喜悦 丰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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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好 功能 我们的能量体出现 你可以这样一左一右的拿着 然后当你慢慢的 我刚才所讲的那个所谓开场祈祷文呢 你们可以自己换 没关系 我以神圣源头之名 连接 一切的存在 提醒开启 我这个物质身体 与能量光体 的完整连接 慢慢的 闭起你的双眼 呼吸 感受 呼吸 感受 你的手一颗球放这样一颗水晶放这样 有助于你的能量的居中 水晶它作为一个能量的载体 它可以储存能量 现在完整的 呼吸 感受你的心轮 感恩 感谢 回想任何让你感觉感恩感谢的时刻 感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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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相信你会每一份都做得到 打从心里面的感恩感谢 是 是 是的 是啊 是的 呼吸 要重复三次 是的 此请 为 blij 备 你的神圣连结 完整的 与现在这个你连结 无任何界限 完整的连结 感受那一份能量 完整的流露 从你的头顶 光束 从你的头顶流进 一直向下 连结到地球 不管你今天住在高楼 或者在地上 你都能够完整的连结 好 我们的疗异棒 现在要换数字 14777 14777 能量数完整的连结 从你的头顶流入 心轮流入到地球 心轮流入到地球完整的连结 你让光束从你的头顶向上 16米 连结 连结到最接近的神圣意识 感受它 不管你有任何感受 你只需要呼吸 以至同在 让知能量流动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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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完整的想象 你的身体 有两个三角形 包围 一个三角形 向上 一个三角形 向下 一个三角形 向上 意识到它就好 很好 两个三角形 它是在转动的 一个字的方式 一个向左 一个向右在转 无时无刻的在运转 非常好 疗异棒 现在改成 9977 36 9977 36 一个更高平的 一个人量 感受你自己 就处在那两个 旋转的三角形 里面 如果有买我们这个球 这就是一个完整 连结架 卡巴光糖的球 你就可以 想象 拿着那个球 这样冥想 想象自己 就在里面 球的里面 然后平时也可以用眼睛 看着这个球 观想 它里面的那个形状 到你的身体 到你的身体里 好 现在感受你的心轮 在这个胸口中间 有一颗完整的 金光球 金光球 金色的 大小 谁自己喜欢 球可以在你的身体里面 也可以在你的身体外面 也可以在你的身体后面 它就是一个能量球 一直在动的一个能量球 让左转很向右转很向上 上向下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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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好 再一次回来感受 你的三角形 向下的三角形 再运转 向上的三角形 向下的三角形 再运转 感受它 好 你的心轮 有一颗白光球 任何大小的白光球 感受它 白光球向上 让你慢慢的向上 好 超过了你的顶了一个部分 你就放它 任它流动 这颗白光球 会完整的连结 你的高我意识 你的神圣连结 以及源头意识 它一直都会在 当你感觉不到 连结的时候 重新的 去看到 感受 你的两个三角形 感觉金光球 连结地球 感觉白光球 向上连结你的更高意识 你完整的处在于 你的这个没有卡巴光场里 好 做完上下两颗 我们还有 你肩膀同宽 打开你的手 打开你的手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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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个光球 很好 这两个光球 可以是任何的色彩 任何的色彩 你所共振到的 它可以每时每刻 每次都不一样 好 感受它 它也是在运转的光球 好 如果还是感受得到的朋友 有金光球 白光球 在四颗 感受不到的呢 就根据我们 最后一个 能量的连结 在感受 再下来 与你的坐骨 这边 同宽的 打开你的手 也有两颗球 这两颗 下面的这两颗球 它可以是白光球 或者是 电蓝色 就是紫蓝色的光球 电蓝色 紫蓝色的光球 感受它 感受它 呼吸感受它 好的 金光球 白光球 七彩光球 电蓝光球 以你自己的身体为中心 它是一个能白光柱 金光柱 彩色光柱 都可以 它包含了所有的颜色 它包含了所有的颜色 旁边四颗球 在做连结 好 这边是一个阶段完毕 那这个呢 大家可以练 大家可以练 就是练习一段时间过后 你会有不同的一个感觉 当然 那当然 这不是最终的 完整的打开所有 这是让你们 从一个物质 绑定的身体 去连结你自己的光体的其中一个步骤 记住 记住那个感觉 何时何地 当你 你练习久了之后 你有那个感知 跟记忆之后 当你要跳脱 或者要去补充能量的时候 你马上 开着眼睛 你都可以感受得到 那一二三四五六 六颗球 你可以感受得到它 不管在何时何地 你不用看到它的颜色 你感知到它 就可以 你自己为中心 好 那我们疗异棒这边 最后呢 放这个三三六 或者三三六九都可以 三三六九这个呢 你们也可以给它拿起来 对着你们的心轮 呼吸 这是一个做于你自己神圣连结 让你自己能够调整 从一个很 因为大家生活当中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是负面的一些循环 是你无可避免的 现在的生活很多人在泥沼里面 但泥沼里面 如果我们今天 我们不跳脱出来 你是看不到解决方案的 你是没有办法去跨越这些 因为它的振动频率太低了 你只能够连结你的光体 得到光源 能量振动提升 你才能够在更高的角度 看到这些事物 去找到解决方案 或者是单纯的 从负面情绪 什么愤怒妒忌恨 很大堆的跳脱出来 在高意识里面 至少你是平衡舒服的 你的身体才会一直在增长 如果你一直处在负面情绪 不用我再一直重复 你都会知道 它对你的身体绝对有害 绝对有害 它不能够对你 你的家人 你的身边的任何事情 起到任何的帮助 好 那聊一棒3369 感受它 其实它就是一个 与你本源连结的一个密码 然后可以放在你的三眼轮 你的齐轮 呼吸感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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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你的谢谢 跟你在说是的时候呢 你就是在创造一个和谐共振波 就是说 我说谢谢 是的 我在做的这个行为是正面的 对不对 它就是一个正面的波 那如果我说是的 是的 是的 那它是不是三个和谐共振波 那它重叠起来的时候 就像我们光荣鱼的原理 和谐波两个和谐的话 它们会相增长 那如果是不和谐的话 是的 不是是的 那你的能量就是这样的 增长抵消再增长 到最后也等于没有 对不对 所以就是不和谐波相抵消 不和谐能量相抵消 很开心 我很生气 很兴奋 很沮丧 你看到吗 你尝试一下去感受 开心 兴奋 生气跟沮丧 这两个 它们之间的对比 你深深的去感受你生气的情景 你深深的去感受你沮丧的情景 然后你再去深深感受 你的高兴跟幸福 你会知道不同 所以呢在我们还没有办法 能够完整的控制我的生活的时候呢 从你自己一点一点的做起 然后当你每一次有负面的时候 不要让自己陷在那个里面 做任何我们所分享的方法都可以 好 这边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讲深一点点的 灵点之心这边 我们刚刚是用了 这个没有卡巴广场嘛 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个你可以用 生命之花这个呢 你就是可以无限的融入 这个宇宙 这个地球 整个 造物的一个形式里面 你不要用你的头脑去 感受生命之花 你要用你的心去感受生命之花 你知道生命之花很好 知道就好 打开按了之后呢 你在那个能量场里面 呼吸鼻吸鼻土 你也可以在开着生命之花的时候 去感受你的那个光场 连接那六颗球都可以 感受那个 然后呢每一次感受了之后 你要去拓展之前呢 你可以说是的 或者谢谢 当你说是的时候 你的那个能量多 它就在扩展 任何你的 你自己本身所带有的频率 它就会向外面扩散 就算你真的没有用你的头脑去设计什么 你代表什么 你意图里面喜欢的东西 它就会向扩散 它扩散了之后呢 你处在那整个网格里面很自然 你不用特地的去祈求 它都会自然的处在于你的能量场里面 等同于你已经显化了 你只有通过时间的积累 跟你真正的用心去觉察 你就会看到 其实你真的可以做到心想事成 心想事成 心想事不成的时候 是因为频率还没有较准好 好 那我们今天也差不多了 来我们今天跟大家最后再讲一下 这个 我们有最新的三颗球 这三颗球是什么呢 就是我前面的这个 它是中文翻译还没有出来 它就是我们的α data 跟γ 球 因为呢 它其实三个存有 它都是一个意识的存在 它是一个意识的存在 它的色 我今天就简短的讲 我会给大家发 它的那个 PPT 那这三个球 我们之前原本 第一个给大家的就是这个α球 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生命之花网格 但其实它里面它不是全部都是生命之花 它有12个点是五瓣花的 这五瓣花呢 它非常重要 因为生命之花 它就是一个一直这样扩展出去的一个能量 那我们需要这个五瓣花呢 其实就是要让那些外围的能量给它再聚回来 你有五个手指左右五个五个 那十 中间是不是就是一个五 它就是一个门户 它就是一个门户 你有五行 它也是一个非常平衡的 你的身体 你看一二三四五 你有五感五关 五 它就是一个平衡 它也是一个导向一个方向 你今天就像一个门户 那个方向其实就是一个门户 今天你站在五 如果你选择提升你去六 如果你选择退回去倒退 你就去下到更低维度 你决定提升你就去更高 它就是大概一个这样的 所以呢我们将能量图层打进去 通过生命之花去扩展的钢 而呢它里面有这些门户能量在里面 所以最后呢它会带来就是一个很和谐的一个能量共振 再加上将不同的维度的能量呢 因为我要将这些所打出的能量聚集到一起 然后形成一个像黑洞式的一个突破口 它会有十二个 然后去打开这个能量之门 然后让更高的能量进来 让这边的能量也会出去 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Data球 它就是一个梅尔卡巴的 那个里面就是一个梅尔卡巴的形状 它非常好给你们去做这个梅尔卡巴的开启啊 连结啦或者你们要做任何的能量 形态的一些运转 那这个这个球不建议用太久啊 就是短时间好了就好了 因为你能量门户一直打开 除非你是非常稳定的人 你懂得如何去控制你的能量 各种能量多层面的 那你可以长时间就用它放在你的包里面 或者你就这样开的 那如果不行的话呢 你就要适当的控制时间 那当然也有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法 就是用我们的伽马球 这个伽马球呢 它就是将这两个生命之花跟梅尔卡巴结合起来 它结合起来呢 它跟这个没有梅尔卡巴在中间的这个球 它的差别在于 它可以传导的能量 更稳定也更强 然后它做能量开启 能量进化 能量提升 各种你要去哪里一个层面的 它都非常的好 也非常的快 所以呢 没有这些球的朋友 你可以加构 它有大球 也有小球 但我们的疗愈棒 现在的疗愈棒 全部都会一套三颗球都给你 好 那我们今天的就到这边 再跟大家最后讲一下就是 我们用了没有卡巴 前面还有一些能量进化 跟用了我们的疗愈棒 好 感谢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随时可以联络我们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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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